以我传统产业的观点来说 我们传统产业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商品很好 但是呢 我们接触的消费者 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产品是谁的 品牌就好像是你一个打篮球的选手 他需要一双很好的篮球鞋 这样呢 你不只你可以 你介绍你好的产品给消费者的同时 你可以让消费者很清楚的认识到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玩稳的 或者是for哪个厂商的 这样他会更了解你这个厂商 这样你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打造品牌过程要的挑战 其实有很多种 以我们立场来说 我们其中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我们意志不坚定 因为我们是比较for长辈型的产品 但是我们是发展到后期 我们突然也想要结束到年轻人的族群 这样会变成很像有分歧 会变成你长辈的族群呢 你没有把它抓住 然后年轻人族群你也没有吸引到 变成品牌会有混乱的感觉 就是好像你过去30年的努力 就会瞬间打折或瞬间消失这样 那这次参加这个品牌计划的收获就是我们 经过这个计划呢 我们跟顾问讨论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身为品牌的价值 然后我们也有更明确的方向 未来要怎么执行 还有我们的包装呢 以及我们整体门市的外观 都变得非常统一 让消费者可以在第一时间就知道 那是我们的完文 对